什么叫打左脸给右脸 我们看这个语境很轻浮 主说呀 拿你礼仪连外衣也给他 拿外衣连礼仪连也给他 anyway 打左脸把右脸给他 这什么意思 主说呀 就这点破钱的事 这些肉身的羞辱和伤害 你忍了 没问题 我们不要跟他们 在这个肉身 一招饮食钱财马门上计较 在这点上可以说 凯撒的给凯撒 衣服你拿走给你没关系 你肉身你残害我没关系 所以这个约伯怎么说 我肉身毁坏 我必在肉身之外得以见识 主更这么讲 他说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怕 什么意思 羞辱伤害甚至杀害我们肉身的 我们可以忍耐 这甚至都可以忍耐 但是 你不可以羞辱我的灵魂 侮辱我们的信仰 践踏我们的主 不然我们还是什么基督徒 我们的见证到底在哪里吗 多少年了 就这两节情文 真的整体上 把基督教打扮成了一个邪教 你可以践踏我的肉身 但你不可以羞辱我的信仰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去理解主说的 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 你可以逼迫我们 杀害我们 夺去我们的产业 残害我们的身体 甚至把我们钉上十字架 放入十字口 但是 你没有办法 夺去我们的信仰 可以把左脸给右脸 但是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起来 为我们的神 做见证 致死 不回 主也这样教导我们 说 你们要灵巧像蛇 存证像鸽子 讲的又是同样的道理 灵巧像蛇 甚至包括这一块 怎么就灵巧像蛇 至少可以说 蛇 魔鬼在世上的试探 无分就是钱财情欲 这些我都给你 但是我要存证像鸽子 什么意思 我的信仰要完全存证 不可 动荡 66件书讲的都是这套道 你去残害约伯的肉身 你去折磨它 践踏它 但是 它不可以否认主的 这些都是常识 基督教重建 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东西 只是返回圣经的常识 这些人 都可以认为 这些是有何人 都可以认为